非洲是地球上充满着最多未解之谜,也是最引人入胜的大陆。 这里集结了各式各样的魅力,例如隐藏在沙漠和丛林中的古代文明遗迹, 令人难以置信,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还有数千个不同的民族。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再次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感谢你今天收看我们的频道。 在这一期的Top 10中,我们将向各位介绍不同领域的专家在这片美妙大陆上所发现的最有趣和最不寻常的事物。 各位想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那就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马哈多多普的巴科尼遗迹 南非 马哈多多普是位于南非普玛兰加省的一个小镇。 小镇本身并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特色, 但是曾经与这片土地上繁盛过的文明,在附近留下了惊人的遗迹。 在当地,相传它是Mokso-Matsi的遗迹,也就是巴科尼部落最大的群居地之一。 Mokso-Matsi的居民拥有建造宏伟石墙和铺设道路的能力和技术, 甚至还懂得如何制作陶器,其制品每到让人屏息。 但很可惜的是,他们的国家在19世纪初时,不幸地遭受到临近非洲部落的袭击。 欧洲人在殖民时代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古代遗迹, 但因为刻板印象,所以他们一直认为非洲人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 也因此不相信该民族有这种能力和技术可以建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城市。 然而就在最近,这个部落的历史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正义, 现在的南非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开始研究起留着未解之迷就消失的古老巴科尼文化。 丹德拉登炮 现在让我们把焦点从南非转移到非洲大陆的另一边。 可能有很多观众是在观看今天的影片之后才知道有巴科尼这个族群, 但如果是古埃及的话,应该有很多人都对其相关事物耳熟能详。 说到古埃及,就会让人立刻联想到有名的金字塔,法老,鳄鱼和灯泡。 奇怪,怎么会是灯泡呢? 就让我来说明一下吧。 在卢克索附近有一个小镇叫做丹德拉, 当科学家们在那里调查供奉着哈托尔女神的古老神殿时, 有一个浮雕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那个浮雕非常清楚地描绘了一个很像灯泡的东西。 此外,这个疑似灯泡的东西相当地巨大, 几乎都快和浮雕里面站着或是坐着的人物有着差不多的尺寸了。 然而,科学家们的理念并没有因为这个浮雕而有所动摇。 无论形状有多么的相似, 但他们认为哈托尔神庙的浮雕上面所画的绝不可能会是灯泡。 如果要制作一个灯泡, 会需要一个真空泵, 有导电性的物质, 绝缘体和一个可以施加相当高电压的电源。 然而,当时的埃及人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技术。 这个浮雕所描绘的有可能是一条从莲花中诞生出来的蛇。 在埃及的文化里, 这种类型的图腾经常被使用于表达宗教的象征。 塞内钢比亚十圈 在非洲西部的大西洋沿岸一带, 有塞内加尔和钢比亚这两个小国。 现在他们是所谓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 但在远古时期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的状况。 在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非常发达和繁荣的王国, 它先后和加太基、罗马、 还有阿拉伯和加纳帝国进行过贸易活动。 在这些古代王国曾经存在过的土地上, 现在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遗迹。 在这之中, 最神秘的莫过于环状排列的石头, 也就是石圈。 迄今为止, 科学家们一共发现了四组石圈, 在钢比亚和塞内加尔各找到了两组。 专家称这种石圈为世界上最大的巨石群。 因为光在那里, 就发现了数量多达两万九千克的石头。 这些石圈所代表的意义和目的, 就和西非的历史一样充满着许多未解之谜。 甚至连制造年代都无法准确地推算出来, 只能知道大约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说不定这些石圈有着类似墓碑的用途, 或者它也很有可能是带着一些宗教仪式的意义。 天然盒子反应炉 非洲的大自然里充满着让人惊奇的多样化。 在这里竟然还可以找到一个天然盒子反应炉。 这个反应炉位于奥克洛的油矿山, 就在距离加鹏共和国的弗朗·斯维尔不远处。 1972年, 法国的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佩兰发现, 在此地所采集到的六幅化油样品中 235U同位素的含量低于正常标准。 这个特征只有在使用过的核燃料里才会看到。 但是这些才刚刚从矿山里挖掘出来的燃料 到底是被谁使用过呢? 这个谜团很快就被解开了。 研究学者发现, 在20亿年前, 水就已经流入了奥克洛的油矿床。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自然发生的化学反应, 这样的状态很有可能已经持续了数十万年之久。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尽管地球上存在着非常大量的油矿床, 但科学家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过类似的现象。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我们身处的世界还无法利用现代科学制造出时光机器。 如果能够回到这个核子反应炉活跃的时代, 看看它是如何实际运作的话, 一定会非常有趣。 神奇的蓝石 非洲国家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宝石和矿物的宝库。 在这里, 偶尔也会发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式珍宝。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 被称为疑似用纯氧制造而成的石头。 1990年, 考古学家Angelo Pitoni 在狮子山共和国发现了一块美丽的蓝色石头。 它大约有14000年的历史, 与当时已知的任何一种矿物都不同。 这块石头被命名为Skystone, 也就是天空之石。 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长期以来都一直在研究它的碎片。 目前,Skystone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各样展示会之中。 根据研究结果表示, 这个石头中含有相当大量的氧气, 高达77%。 其余则是碳和硅等其他元素。 有人认为它是在古代文明中由人工制作出来的物品, 但事实似乎更为单纯一些。 这块石头是于公元前12000年左右坠落到地球上的陨石。 那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 据说Skystone很有可能是从太阳系的外侧飞过来的。 由于太阳系的另一边仍然是人类未知的领域, 我们可以推测那里也许存在着许多不寻常的稀有化合物。 查理特结构 1930年代,被称为查理特或是萨哈拉之眼的惊人地质结构被法国的探险家首次公开记录下来。 然而,直到1964年时,摄影机初次从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拍摄下其完整的样貌后, 它才更加地广为人知。 查理特结构位于萨哈拉沙漠之中, 在毛利塔利亚的瓦丹镇部远处。 从上空看下去,它就像是一组堆叠玩具, 由好几个大小不同的环圈叠成金字塔的形状。 如果真的是一个孩子收集了查理特的环圈, 那他一定是个体型令人无法想象的大巨人。 因为萨哈拉之眼的直径近达约40公里。 据推测,萨哈拉之眼很有可能是在五亿年前就开始形成, 约莫是在韩武纪末期要进入奥陶纪的那个时期。 这个结构的形成原因我们还无从得知。 有一种论点是认为, 这是一个陨石坠落所造成的撞击坑, 但因为在这个区域的岩石上找不到被撞击的痕迹, 所以这个理论也只能被否决掉。 有一项调查结果判明了, 理查特从外部到中心的岩石年龄是成逐渐变老的状态, 因此便出现了一个可信度更高的假设。 外侧的轮环是由大约五亿年前的岩石所构成, 而在中央的结构物则是有着超过二十亿年的历史。 基于以上的状况而浮现出的可能性是, 当时也许有一座巨大的泥火山曾经在这里喷发过。 一开始所喷发的是比较年轻的岩石, 随着威力慢慢地减弱, 才逐渐开始喷出古老的岩石, 最后在沙漠上留下了那样的痕迹之后, 喷发才完全地平息住。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评论和转发到社交网站上。 诚心地感谢观众们的帮忙。 那么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M answ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